好了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熊带琳 那前不久她刚刚迎来了自己33岁的生日 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生日愿望呢 生日愿望啊 可以快点找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讲一半就好了 全部讲出来就不灵了 生日当天 出席代言活动的熊带琳 显然在打扮上下了不少公布 自从和郭富城分开后 这也是熊带琳过的第一个单身生日 在被问及郭富城有没有递上简讯祝福时 熊带琳称自己早已换了号码 并且否认此举是为了断绝和郭富城的联系 因为之前我在家私店买家私的 问师傅帮我送来家里 一定会有我的联络电话 结果过了两天 那个师傅居然私底下给我发信息 我觉得他是对我造成了一种骚扰 所以我就把电话换掉了 不回应了 我当然衷心是希望他能够生日快乐 也希望他能够开心就好了 十一个三年 彭佳慧推出了新专期《最佳时光》 长相平平的她 一直被外界视为歌天 人不美 不过最近有网友发现了 彭佳慧变漂亮了 难道她去整容了吗 大方的承认 微整形的彭佳慧 在2011年自己39岁时 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属于高龄产妇的她 生产之后在死亡线上 在我生完双胞胎的八个小时以后 就突然间得了一个指尖见证 然后是所谓的血风 所以几乎命都快没了 住在家户病房有三天的时间 所以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说 其实我可以健康地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唱歌 对于我来讲 已经是一个非常奢侈跟幸福的事情 下来